很美啊 然后她的事业成就很了不起 但是当她是最春风得意的时候 乳癌 从她第一次得乳癌到今年 她遇到三次的癌症 然后呢 经过三次的手术 经过三次的化疗 但是现在还是好好的 而且她还可以常常坐着飞机 到世界各地跟她的很多朋友分享 为什么 因为我当时我是不晓得这些研究 这些研究是去年才有 但是我当时我就常常跟我妹妹讲了一句话 我说你既然学佛 你既然觉得你像观世音菩萨那么漂亮 你既然觉得你像观世音菩萨那么慈悲 你感觉看生病的观世音 她说不敢看 每一次看的都是很庄严的观世音 所以我就常常就想 你既然有佛性 你就皆当作佛 对不对 那你呢就应该要常常想 你就是观世音菩萨 所以你一定要让人看到就是观世音菩萨 不然你让观世音菩萨漏了 结果呢 他就这样一次又一次 然后我每一次常常跟他讲 他跟他说 二哥 我好痛啊 听得很痛啊 我说你要感谢你那个细胞 因为你那个细胞是活的 所以当你的身体呢 那个气血不通的时候 那细胞就给你发出警信 他就缺水了 他就缺冻缺晒了 所以他在痛的时候 你不要去感受他的痛 你要去感受 他是健康的 所以他提供那个健康的知性给你 让你可以去面对他痛 你就要告诉他 你呢 如果不想这样迷迷糊糊的 也想跟他一样 真正共同成就活到 那你就应该要安分一点 痛应该 对不对 然后呢 向我妹妹讨债也应该 但是呢 如果如果说福文妹妹已经聴悉了 不好 他就要跟着我妹妹 也是要继续轮回 所以啊 大家一起轮回 不如怎样 大家互相成就啊 对不对 所以啊 我妹妹就这样 经过三十年 三次的癌症 所有女孩子的 象征的器官全部都割掉 他手术完了 我第一句话说 恭喜你啊 现在献大丈夫像 因为属于女孩子的东西他都没有了 对不对 也没有乳房 也没有子宫 也没有什么 反正属于女孩子的这些都没有了 所以啊 献大丈夫像 但是啊 他就是这样 那我现在呢 看了这个上帝例子的这个研究报告以后 我很感动 我那时候只是想说 因为佛陀的教学 然后我对佛信心清静 所以我也把佛法的这一个道理 跟我妹妹分享 但是呢 现在把他回过头来想到 这个科学家去年的这个研究报告 想想看 你哪里有病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 病是什么 因想而生 所以你天天想要生病 半年就做健康检查 不知道什么 你联系了几次了 结果上帝就想 你都觉得你有病啊 不给你病一下对不起你啊 对不对 所以只好让你生病啊 所以我有一个同事 以前在苗栗服务的时候 他本来没病哦 人好好的哦 结果到那个 那时候到省力医院 我们那时候很好玩 因为 我们那时候 那个单位主管 都固定都有一个什么 健康检查 结果他也去健康检查 健康检查的时候 他大家还一直嘻嘻哈哈 然后中午吃饭 祭餐的时候 大家还吃个饭 还喝了酒 然后大家笑着 然后就进去医院去检查 他检查完了以后呢 我们所有的同仁 大概都回家了 但是他就留下来 然后就没有出来了 等到他出来的时候 真的是抬着出来 为什么 真的是因响而生 各位想想看 你呢 为什么不让你自己 是真的是一尊佛 你可以成佛 也可以成为病人 对不对 你呢身体有病痛 你这时候蛮嗨 蛮怪怪病痛 你要感谢 这些细胞是活的 是正常的 他呢竟然能够提供 正确的资讯给你 对不对 这时候你要干嘛 你要真忏悔 我有一个朋友 因为我常常跟很多朋友分享这些心得 结果有一个朋友呢 就跟我说 教授教授 我真的觉得这样很好 我也发心了 我现在呢 因为他也是生病了才发心 他原来在美国读了两个博士学位 后来在一个大学教授 然后他就跟我说 教授我现在呢 很发心 你的课我来帮你上 他说有一些课你可以上 有一些你还不行 我就把一些他可以上的 就让他去上 那他的身体呢 就因为这样不断的上课 然后不断的调整他自己的身心 结果越来越健康 结果健康到很好了 那有一次呢 他们那一边桃园县 在选那个县议员 结果呢 他有一天打了一个电话给我 教授教授 你以前的学生啊 或者是你的朋友啊 很多啊 我说有啦 有一些啦 他说 那你桃园的这几个朋友 能不能把名册列给我 我说干嘛 他说啊 就想在选什么 我就在想要帮他一点忙 我说 诶 邪火的人怎么跑去参议政治了 那你现在已经大概就慢慢的 越来越不是保持那种清静的心 你可能越来越会怎么样 墮落 诶 你如果一天到晚 真的这些名文立揚 有一天啊 你大概就老毛病又要复发 到时候老毛病一复发 所以救不了你了 我那时候只是这样欠他 啊没有想到 所以后来我都不太敢随便欠人家 因为有时候讲了啊 结果他又真的变成真的 后来他的病又很麻烦了 然后 他太太来找我 我说我又不是 我不是冬季 我不是在串门 在串门上跳串 我也没办法给你问 啊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好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说 我们起心动静 你要相信你整个身体都是地水火风 这些地水火风是什么 我们的心是去感染的 你想想看 你今天要觉得我精神很好 我今天心情很好 好 你想想看 你的气色就已经很好了 对不对 你如果呢 今天呢 老是在想 啊 我在想 你看 運气很不好 像我 我今天早上看到几个年纪跟我差不多的老朋友 我的同学常常跟我讲 我以前 齁 啊 你就要啊 在早上 就要起来帮爸爸妈妈做事 啊 在想 啊 克格好 最可行 老师呢 叫到我们名字 还要马上起立站好 啊 都不敢动 啊 结果呢 等到我们长大了 啊 看到 现在呢 父母也要孝顺 也要照顾 现在的父母 我们这一代的父母 大概都是八十几岁了嘛 对不对 都要照顾 要把他送安养印嘛 又不忍心 不送嘛 又是累得要死 对不对 然后孩子呢 又叫不动 对不对 然后呢 等到我们在教书的时候呢 学生又不能打 也不能骂 连那个教犯蹲跳都不行 甚至你叫他站起来 他还不甩你 哦 運气有够壞啦 就一直在讲 然后我就跟他说 哎 我跟你不一样 他说 有什么不一样 我说我跟你一样啊 我想想看 我们阿公 从年轻到老 到座 到百年 都是农业社会的人 哦 所以我们阿公那时候 吃老的时候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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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蚵仔里面 有一点 有什么 烘肉 然后呢 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啊 一直在看 眼睛就是 瞪着那个 那一碗肉看 但是啊 连说话都不敢说 想想看 他们一辈子大概就是这样 可是我们这一代呢 我们小的时候 真的是在何其有幸 在农业社会成长 对不对 但是啊 等到我们长大了 出来教书了 我们是生活在工商社会 你看 忙得要死 那时候工商社会的一个特质是 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螺丝钉 所以人不是人 人是什么 螺丝钉 每一个人讲话都是螺丝钉 对不对 好 你想想看 工商社会 可是没有想到呢 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 现在要转成什么 私信时代了 所以啊 每一个不同的时代 你就会面临不同的这种 你就会有这个时代的这些 共业 他就是有一个 什么是共业 就是有一个习俗 有一个文化传统 这些都叫做共业 什么是个别业 就是你自己的偏好 你自己的那个色身 或者你心里另外有别与一般常人的 那么那个就叫做个别业 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共业 还有我们的个别业 然后去感的地水火轰 然后呢建过出我们今天的你的色身 我们今天的身心 好 那谈到这里以后呢 要让各位慢慢再回过头来 当你的色身 你的身 你的需要 我们很多修行人 到最后呢 就在抓 哎呀 我今天修行了 那我对我的这个色身 是不是就是要把他怎么样 爱好在乡 因为有很多人修行 就联想到苦恨 对不对 好 但是啊各位一定要知道 修行是什么 修正你自己的言行 而不是要你修苦行 好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外面 每一个人 什么叫做自在 好 当你有什么 那么你就是去珍惜你现在拥有的一切 因为这个是累是你所做的福德因言 那么因言不一样 所以福报也不一样 那么呢 我们现在清除了以后 我们可以好好的修正自己 那你修正了自己以后 你这一个色身好像 我们常常生病 为什么你会生病 常常好像我们小的时候不懂事啊 夏天像现在都是个夏天 那都有清廷 那我们以前的孩子都好玩嘛 就用那个哨水 那哨 哨水啊 哨水你们听得懂吗 就是专门在掃野外的哨水 大大支 那就去含那 这个 铲鱼啊 它含了鱼啊 然后就玩它 啊 玩完了以后 那个铲鱼是很可憐 然后呢 就把它怎么样 五马分尸 啊五马分尸以后 就在那个 铁鱼 开始在这齐生 在隔壁 对吗 啊然后隔壁 就到那里 坐在那里 坐在那里 在那里 坐在那里 坐在那儿 一堆就觉得很好玩 到那里 躺在那里 就躺在那里 然后看到这个 螞蟻啊 在那里挣扎 我们以前 小孩子的时候不懂事啊 就觉得这个很好玩 很好玩 可是因为那时候无名所造作而感的这些恶果 那么这些恶果你看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生病 一生病了以后慢慢的因为邪火 那么邪火以后我就开始转换转换我自己的这些想法 然后也把自己的行为改变 好像举个例子 我家里蟑螂蚂蚂蚁它都会跑到客厅是不是 那么跑到客厅的时候我就知道 你会让蟑螂来那是阴眼对不对 那什么是阴眼 就是你那个客厅没有整理得很干干净净 所以当然会感召 那另外还有一些呢他是以前跟你有缘 结果他就来拜访你 所以他也会来 好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跟蟑螂菩萨讲 蟑螂菩萨蚂蚂蚂 你如果来我是很欢迎 但是来的时候不要住客厅 因为住客厅的时候我们太太看到蟑螂蚂蚂蚁就会拿油 咻咻咻咻 你呢我在那个楼上我有那个种菜 楼上我就有准备可以吃的 你们如果要吃就到楼上去吃 好啦从我开始这样做到现在 你呢马上就感得怎么样 这样的果报 所以健康的果报你就产生了 所以呢你从以前不健康的 然后转到正知正见 那么这时候所产生的这些行为的改变 这才叫做修行 好所以我们的色身你的眼耳鼻舌身意 它是会去跟作造去相应 那么在相应的过程里边呢 你会有想形这样的一个受想形 这样的一个思维这样的言以造作 那么有了这样的思想言以造作 你可以透过修行去改变它 好当你拥有这些的时候呢 那你就可以很清楚很自在的去运作 如何运作 我们呢慢慢的让你呢 在怎么样的场合 然后呢就展现出怎么样的环境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说 我们修行人 你们要记得 我退休的时候 我就马上做一件事 以前那时候 年轻当公务员 都要穿西装 打领带 很辛苦 所以我一退休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就把西装领带全部把它封起来 封起来的时候 我儿子就问我 爸爸 你这些西装领带都不用了 我说都不用了 他说那你怎么不送给人家 我说因为 我还等你结婚的时候 我还要再穿一次 等到我儿子结婚的时候 我再穿 那穿过了以后 我那西装领带 就全部把它送给人家了 所以你现在要打领带 可以啊 我就可以再去借 因为有时候 正式的场合 或者很重要的场合 你还是应该要 方便嘛 对不对 什么是方 我们师父 我们校长 就是我们精心长老 他在那个华言 那个华华经的讲义里边 他就说了 方 就是 如如不动的方 就是我们维持宇宙 那个如如不动的那个本质 然后什么是变 因为你从这个佛性这时候呢 为了要善巧 为了要随眼 那么这时候你就有很多的变化 所以方便是这样来的 你那个方便的变 要是没有方 那就会变成随便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讲求方便 落入随便 那这个很可怕 那我们从这个地方 去慢慢的去改 好 那你的色改了修正 你的原型机制 因为跟你的受想型 这样修正 修正了以后 你的八四田中 这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让他清静 所以心经告诉我们 那个金刚经告诉我们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什么叫做因无所住 就是我们有佛法 但是啊 连佛法你都不住在佛法上面 你呢 只有了解你的觉性 你本来如如不动的 那个本质 那个才是你 那个本质是什么 那个本质你的六根 透过你的六根 然后跟外在地水火轰 所变现出来的一切人事物 你跟他们相应的时候 然后的相应的这些觉知 你只有觉 而不要落入知 你用那个觉性 以那个觉性 然后呢 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对象 这个时候 你清清楚楚 自自在在的去运作 那你能够达到这样 那这个呢 就才叫做 你体会到你真正的心 所以我们今天知道 你的心 是你自己做主的 可是你的环境呢 都是上帝例子 随着你的心 它在变化 那现在 我们今天呢 一定要让它回到你的教义本体 你现在是情绪 在做主 在做主呢 还是你的心在做主 如果是情绪在做主 那么你想想看 你那个心到哪里去 你乱掉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从事教育工作 你要真正去体会你那个真心 而不是一天到晚放在你的情绪上 情绪是那个心在某一个因缘之下 所产生的这些感受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说 你们常常这样练习 我很生气 生气不是我 生气只是 我当下 因为某些因缘所产生的情绪 然后同样 我很快乐 快乐不是我 快乐只是 我当下的那个情绪 你能够这样心不动 所以心不散乱 那么这时候你才找到你的真心 那第二个呢 你一定要常常学习怎么样 大自在 什么是大自在 我们跟外在的环境是透过 银耳鼻舌生意 这六根在运作 所以我们平常 这六根什么叫做督舍六根 就是这六根呢 是在你的掌握之下 而不是让这六根呢 这肉 这肉 肉肉一大堆 结果的时候 你自己就不知道要做什么 你应该要 这六根是听你的指挥 为什么 从觉上去启用 所以从觉上去启用 你看 观世音菩萨看到众生很苦 人家在念观世音菩萨 他怎么样 反文字性 当你想要做什么的时候 你呢 你知道什么 你知道一切 但是啊 你从那个手支 回到你那个真心 然后透过你那个真心 来指挥你 所以 我曾经跟各位说 为什么佛陀每一次在讲经之前 他都会先放光 或者先入山内 就是我们每一次要教学之前 千万不要依赖着科程体制的运作 而像我今天也让各位看一看 我上课之前 我是不是先坐在这里 我是在等那个时间 但是那时间一到 我就马上运作 为什么 六根是在我的控制之中 而不是我是被六根来控制 你如果常常这样练习 你就会发现说 是你在左右你的世界 而不是你是被世界在左右 你可以自己凑逐嘛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让你自己先能够安顿你自己 所以呢 第三个想要跟各位勉励的就是 我们一定要学习童元种字 什么是童元种字 这跟我们的心 完全是属于我们的心的 六根六成六四 加上24个地水火风 还有加上这些25个 全部都是怎么样 圆满的 你从每一个点都可以去断它 你从每一个点 你都可以去自我解脱 我们今天在教学的时候 你知道就说 哎呀 现在核心就是这样了嘛 现在的工具就是这样了嘛 所以你就是要学习用现在的语言 使用现在的工具 然后用现在的方式去处理 我们要教学的 信念它 能够做好它 成为明日世间主人的一个准备工作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 朱卉生 朱老先生 我追随他很久 他跟我讲过一句话 他说我们当老师的 有没有常常想 我们是一个成熟的个体 正在教一个不成熟的 然后呢 是用我们过去的经验 正在教现在的学生 但是是要让他转换成怎么样 他未来成熟长大以后 他记住一切力量 那你知识是一直在变化 但是你的觉是始终 无欠无切 所以我一直希望 我们今天有缘跟嫩眼睛结缘 那么我希望大家 用嫩眼睛的一点点心 然后呢 你去感受你的生命 然后呢 去好好的过你的一生 你就会发现你这一生 哇 原来是那么丰富 原来是那么的可贵 原来你是记住一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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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高雄中山书方 劝请大众持守八观再戒 阿们